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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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人被抓起来了,我们要去救 把衣服脱给我 我什么时候搞砸过,就你被逮起来了,我都没被逮起来 好了,去半边脑子,赶快走 哇,你中几枪,你没事的 没办法,你脑子的确挺大 吐槽地在此 这个地点标是没有 一开始往哪走,往哪走,它要靠近旁边才行 然后这个地方待会会打开 你看,它也没有打开,就这样 直直的在这边喷水 你看,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吧,这个东西它是不打开的 它也没注意细节,就直接水中这里面滋出来了 这不可选 我怎么变成吐槽版了 还是有战术的 这关是所有观察里面 比较讲战术的一个观察 我是经过很仔细地研究的 就是这关很讲战术 特别讲战术 打好了可以事半功倍的那种 怎么打 看脑袋给面是 我们现在在往那个帝国首都前进 死亡之都 我们现在在攻击我们了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能干 这个是比较胆疼的一点 我们按一下鼠标左键 就会发射这个东西 好好的一栋楼你把它拆了多深 把人弄死不就行了吗 你现在拆楼 OK 这一个关卡总共有三场战斗和三场BOSS战 既然是攻略嘛就跟你们说一下 这关是比较有难度的 在这个地方先把东西先收集一下 雪包不要拿 我们现在是满血 我们可以把护甲都拿上 护甲和子弹全部拿上 俄加满了 个 Louder isi 谁 artifacts 手榴弹 石榴弹 护甲得满蛋 inside 手榴弹能拿吧 为什么不给我拿 bm 然后我们装备上这个 我们直接走 拿出一个双枪切除榴弹 我们这是快打 把该打的东西拿上 这是我打快的 把这个引开把这个引开把这个引动 然后我们在原路返回这边有血包什么东西的没关系 子弹上马 我这是打快攻啊打慢的话这边这起码有十到十五个敌人 我们在原路返回从左边在这边再过去 把这个敌人扫死 难度没有那个还是死神难度啊 不要以为是那个难度 我想打快攻而已走 走过去 OK 打牙 他是过不来的 这个敌人是可以被脱掉的 他刚才没走开 你直接往左边这边冲的话也可以 随便你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需要慢一点打 这边一个敌人 大家看下面亮的亮的几个地方 我们把重甲先干掉 走回去 就用这个跟他们打 这里面是敌人是不足为据的 第二第二 就这第二批的敌人 是比较好打的 大家看现在基本上我是蛮血蛮假状态 这个地方 这一关如果你们打这个难度 你们自己去打一下 如果不按照我这种方式 是打是硬打的 你们可以去打一下 试一下 是要打多久 而且成功率怎么样 这边还有一个 我在叫鬼鬼在叫 这边打完了对吧 后面来人 上面还有一个 他打了一下 OK干掉 干掉以后不着急 我们这边上去 这边后面会出敌人 几个 总共三个 还有一个重甲 重甲散弹枪 散弹枪我们拿来 把这个拿下来 扫死他 出来 死了没 死了 这下阵死了 好杀完了 这个地方就算杀完了 然后 我们把护甲 血什么对子弹 什么手榴弹 都可以剪一下 我们把护甲什么东西 都 都剪满 我们先转一转 把护甲什么东西 该补的全部给补满了 后面一场 也是有战术的 有的关卡是可以打战术 有的关卡打不了什么战术 要不然就 就这种暗杀 按过去 就潜入潜过去 像刚才第一 第一场战斗 我就是打了点战术 那样的 我先到右边去干嘛呢 想把第一 左边的人 先引过来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但他没过来 他运气好 他不过来 然后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上面 这个东西啊 就把它充能充满 在上面放回去 就可以充能把它充满 打最后一场 打那个一场 那个阵地战 那场阵地战 敌人极多 然后 冰种极多 如果要以这种 传统的 其实打过去的情况下 要打过长时间 开门了 把刚才拿的东西拿上 拿错了 这个是满的 OK 我们在这边先打一会儿 把敌人引过来 敌人引过来 我们先把这里面的人干掉 那边已经引了一下 这边必有一个散弹枪 把它干掉 OK 然后到外面看一下 敌人引的 情度怎么样 这是 能引成什么程度 是随机的 好 干掉 然后在这边充能 这边可能会过 也过来一个 我们再看一眼 没人 没人充能 好 这两个已经引过来了 OK 我们可以往地走了 因为那两个敌人 已经被我引走了 这边可能会有一个机甲 机甲和正甲 是不一样的东西 机甲在这 我们过往这边 我们暂时先往这边走 这次中甲没动 中甲还在这 我把他引走 比较好的 现在比较烦人 中甲没走 他有 他有几率往前面这边出来 知道吧 我们从这边把他引出来 这边一个人 把引过来 看他过不过来 他过来就能快打 他过不来 我就没办法快打 我要去补 补那个了 补能源了 打我一点吧 他如果说从那个地方 封口的地方离开了 过来追我了 我一开始在前面放几钱 就是想把他给引出来 他就把不出来 那批 但我们还是打稳妥一点 保证能过关 他这些小刀 我也不说实话 他最后一关 他给我做剩 没什么鸟用的 轻掉一点 这个距离 我是可以给他硬拼的 然后我们可以从下面走 下面这个地方讨厌的 讨厌就在 就讲他在这个地方 他不走了 这个东西打到我身上 会把我身上的子弹 全部吸没有 你知道吧 电源会全部给 都给他吸没了 走了 走了 跑足了 走 赶快走 赶快走 走 一 二 三 走 哎呀 过来了 外面好多敌人 大概有十几个小兵 十几个小兵 前后加击特别烦人 实际上最主要的 就是把这个人要引 引开他 就可以直接过来 自己打的话是知道的 这个地方有十几个小兵 打起来就当他 然后我们三场那个 战斗就算战斗 打掉了 好了 然后我们从这边上去 哎呀 你这火藏在这里面 也很气派耶 谁说的 你规定的 哎呀 多好晕啊 人造破 放松 晶蓝素 我钱 会让我越来越迟钝 难以行动 不管你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我很远既 我以为不是 我让你 人生 富贼 我爱道 你们 明显 这两个变态 把你这张脸好好整整 这个地方都要按意见 这些女人是我的生命 你明白我的所有东西 咬死你 还叫她宝贝 你做不错 给力阳气 血都没有的 把刀上没血的 你走吧 哎呀爽 我早就想弄死你这种阿货了 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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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不爽爽不爽 什么人呢 走嘞 哇我已经不行了呀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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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地下三层 哇 就这么来也可以啊 浩说这样 他怎么知道你是要去的楼层啊 解不客气 你很多人都要去找我们自己 你都要去找我们自己 看我们现在只有二十个血 啊 威利安 什么事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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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 我去找你 这儿的移植 这儿的移植 这儿是你 Roscovich,帮我来 你 哎呀 labi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心动 我要做好 这是你的心动 我应该成为你 我认为你生意 我的心动 我认为你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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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动 我认为你生意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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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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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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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已經創造了什麼? 為甚麼? 我們要做二選一的時候 把腦子放到機器裡就變成人腦了 這也太擾破了 擾破了 機械站緊了 機械站緊不就是把人的身體放到機器裡嗎? 我們打不過他我們走 我們只有20個血 還搶我武器你喵喵的 失去武器所有武器都不見了 走 我們現在拿手雷 用手雷炸他 我們先躲開 然後 然後 我明明有手雷 他都不給我用 賴皮 出Bug了 你看看我右下角是不是有手雷 他不給我扔 我扔不出來 好 現在應該可以了 他必須激活一下這個賴皮的這個優點 他人呢 第一下他會跳走 拼命 扔 好 行了 OK 把腦子拿下來 我扔的 你也在嗎 死 我扔了 她的 好吧 我扔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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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管我的行動 無法 我不能活氣 我扔了你 你要把他放在我 我扔了我 他真可以耶,他能说话 这个有点像不像那个元代马里面的那个人 Boss战 Captain,But you don't scare me 抄袭阿凡达里面的那个机甲 我们先把这个最后一个 我们一开始来找的就是他 护甲,雪包,一边拿一个 放放放,走,我们这边走 先往右边来,然后这边开一个大口子 开啊,好开了 等他放激光换成刀 不着急 好,走了 赶快 赶快赶快赶快 OK,搞定 我建议是先来右边 然后先把这个给干掉 干掉 好,这边一炮搞定 咦 按错了 然后从这边过去 看他对吧,走,直接走 直接下来 回到我们中间 回到我们中间 我们现在还是满血 炸了我们一下,没关系 选灯回回来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弄满 等他放电池的东西 好,走 就是现在 在这边开个洞 OK 再等他再放那个 走了,放了 好,走 走 走 拿着小刀走 好,上来了 然后 我们只要到这个地方 他肯定打不着我们 然后把它干掉 好 好,上来了 OK 这两个炮层炮层 干掉了 因为是这两个东西 给他在供应能源 因为他身上有护甲 我们是打不到他的 然后我们先下去 回到中间 然后再拿护甲 雪包 然后 这边有枪 我们拿枪 把该拿的全拿上 放电子炮 然后 然后 我们拿这个干他 咦,卡了一下 稍等 稍微等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卡一下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不知道为何那么卡一下 好了 走 五下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 那个格子 只要到四到五个格子 基本上就可以放了 然后不要被这个 他这个东西 就会吸收掉 我们的那个能量的 OK了,行了 第二阶段过了 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三阶段 我们现在 事情就是要 第一件事情 先把护甲 什么东西 子弹啊 什么的全部给补满 我们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补满 先把血给补满 旁边都是 这边是有补血的东西 跑一下就行了 那边有补血的 那边有补血的 我们最好是把护甲和血都补满以后 再走 那边有补血的 这边全是那个手榴弹 这边有护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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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一个血 雪豹 然后还有护甲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有护甲 OK 上去 这边吸一下 电 要不要把弹 打成半瘫痪以后 我们再走 OK 在这边再吸一下 加电待会儿我们 我们要去开两条路去 怎么开 看我看我看我也是 走 缓切换回来 待会儿我们开路 这边上不上去 开路 在这边开路 不对 没电了 来点电 开大一点可以 走走走走已经可以了 我们要开这个路跟他迂回 跟他打 我们看不见的话就看下面那个几个红点大家看到下面的几个红点有没有瞄上他现在就可以打到他一个 就已经瞄上他了 因为这个地方的能见度特别差 OK走往这边走 跟他迂回不要跟他靠近靠近我们会急不经打 走这边 我们在这边也要开条路出来 这个地方也能开路 这是右边 整个图的一个右边 OK 因为他是肯定可以打得到我们的 走 你看不到他就要懂得用那个假的那个瞄准啊怎么样去把他瞄住就可以了 然后用 走 然后跟他迂回 然后贴着边走大家看到被如果是走在正中间的话被火伤到伤血的 哪呢 瞄上了 瞄上了 走再走这边走 有几个地方是有血的 血包的 因为我们看不清楚所以 走走走走动弹马上就走 这个地方有个80格的血包在这个地方 走 走 回过来 走 只有这么跟他绕没其他办法 这样是最稳妥的方法 你跟他打一下打在这种难度打一下就知道是什么效果了 打一次就知道是什么效果了 保持距离在这 还没瞄上 瞄上了一个点 我没没电了怪不得 OK 他换掉了他换掉就赶快走 他换掉就给他拉开距离 找到我们最安全的地方 这方可以滑步过去 不伤血 一点血都不伤 但是一般是无所谓的 不电充电 OK 找他 我们就在这边以逆时针的方向 走就可以了 好卡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为什么卡 走喽 不扭扭 就以这个套路去打他是比较好打的 你只要讲速杀没什么大的速杀方法因为我们的子弹无论没有办法达成速杀 你才烧死的 他打我了 打我了 打我 就赶快走 被严子贴着边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 去到我 我也看不太清楚他这个地方知道吧 就靠下面的那个红点我确定看能不能打倒他 然后就靠这几个 我没血了呀 刚发现 这边有个血包 这边有个血包 大血包 哦 距离拉开 一定要给他距离拉开 我刚才160的血 一下子变得没血了 这里边有个大血包 暂时不去拿 OK 哪呢 哪呢 又没血了 走 哦 被死 老袋被死 这是最终boss 最后一战 走走走走 打着我了 我这边走 还是跟他逆时针绕比较好 赶快赶快赶快 前面有个血包 给我捡上 哦 血要满了 一百个血 在哪呢 完了 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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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二十个血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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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助一致了 完了 就二十五个血了 给我回到四十 最近嘛 现在雪 雪包 已经给我拿 差不多了 哎呀 哇 二十五个 这边有血包 不 还有一个雪包 太好了 我留蛋包 给你拼了 我虽然看不见 你在哪 还不死 还不死 在哪 哦 死了 哦 耶 你跟二货 哦 好险 你选 你选 准备 准备 Belazgård 这 是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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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箭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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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來了 那次 流浪者之母 那次 我 Blasco,你聽不懂嗎? 我已經燃爛了 你已經燃爛了 他們要爆原子彈了 後面還有多少? 就這麼結束了嗎? 我的神啊 音樂聽完我吐槽 I believe in a beautiful day And God hears us pray And I believe In a beautiful day Yeah, I believe It's gonna work out okay But not for me But not for me And not for you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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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elieve I believe there's an answer waiting when the day is done I believe there's an answer waiting when the day is done I believe if you just keep searching you'll find someone I believe that you and I just lost our way I believe that you and I just lost our way And I believe in a beautiful day I still believe in a beautiful day I believe in a beautiful day I love you I feel my l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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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ot gonna be I feel my l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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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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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elieve Beautiful day Beautiful day 停了唱歌唱得也差不多了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观众会停留到看到这个地方来听我吐槽这个游戏 或者说对评价上 我每次把一款游戏通关以后都会对游戏进行一些评价 首先来说这款游戏宣传上是有一定问题的 他出来之前我都不大清楚 然后整体游戏PC版是40多个G 一年半前的主流游戏机的配置是可以 游戏PC的配置是可以比较流畅的玩这款游戏 1080p玩这款游戏的 但是他在贴图的这个地方转换上有很大的问题 我个人感觉这么大的容量是主要是被CG动画和贴图所占据 游戏采用了比较多的这种CG动画过场来进行串场 在画面就技术这一部分来说我感觉比较中规中矩 没有什么我个人感觉没有太大的突破 或者说是不足的地方 我觉得之前也说了就优化上有问题 特别是PS300有明显的贴图延迟的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在PS300上 我当然是PC版 然后就是那个射击射击上手感上面 高难度你是没有办法跟敌人去硬扛的 像我大家看到我这种就是比较高的难度下面 基本上都是要打一些战术或者比较猥琐 或者用暗杀的情势去打 但是温宣普通一下难度也是可以去突突的 但是高难度几乎是无法去突突的 他所说的难度大 实际上最主要的不是对枪法要求高 是对战术的要求这样的一个 就是游戏性这一款来说 更多的是高难度必须使用 相对来说比较猥琐 比较技巧性的去杀敌 还有就是人设 这个游戏里面除了那个妹子以外 其他所有人设我都不喜欢 所有的人设 不管是主角的样子 就是典型的一个卖萌的一个样子出来 然后跟女主角的感情故事 我感觉就是身半硬套上去的 整个剧情上面就是都已经统一了世界 然后我也花了整整一集的时间给大家讲 他是怎么统一世界的 但是整个剧情是讲他 如果对这个组织就在十几年前四六年要杀的这个人 去进行反抗的时候 到了六零年才把他给杀掉 但实际上大家假设一下 他写了那么多故事背景 对吧 比如说某某年某某年 这个国家被灭了 某某年某某年 那个国家被灭了 他如果是游戏里面 我们可以去参与到这当中的一些假想的一个战斗当中 是不是更有趣 大家懂我意思吗 假想的 比如说到中国执行任务 到美国执行任务 把这些东西做进去 而不是简单的 还有最大的问题 Idi Soft的大多数游戏是走室内 他这个游戏还是脱离不了这个圈子 在室外上面几乎没有什么战斗 场景战斗 我记得印象中有的话 只有监狱那边 是有一些室外的 大多数的都在室内走来走去的 画面不算漂亮 反正不讨喜 就是一直是Idi Soft的 他们做出来的游戏 一直是这样的一个 他们的引擎做出来 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诟别 就是不好看 可能画面技术比较牛逼 但不好看 但现在来说 由于那个孤岛危机 孤岛那个 孤岛危机 孤岛惊魂 包括那个虚幻 寒霜 各式起源 这些引擎的一个 我个人感觉在3D技术 他们早期画面引擎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已经变得现在基本上是 基本上不复存在 因为从画面来说 它不如寒霜了 肯定是不如寒霜的 对吧 然后游戏性来说 大家看一下 最起码我从这个地方看 这个游戏是没有连击模式的 大家看到没有 是没有连击模式的 然后整个章节分成两个 华雅特和飞格斯两个人的 就是一个关卡给你两条进攻的路线 但个人我想 大多数玩家不会去玩两遍 反正华雅特我是不会再去玩一遍 就特蛋疼 游戏里面真正的战斗 也是像Max Payne一样 被很多的剧情所打断 就还没打几场呢 啪啪啪啪啪 又要去干其他事 就看一大段剧情 CG动画还好能跳过 其实应算我还没法跳过 就 包括它的耐玩性 可除复性也不多 然后设置了一些可有可无的 一些收集要素 比较不错的是它的这个 叫 怎么说来着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一直没有给大家讲解到这个地方 我们看右心潜水艇这个地方 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在这个外面还没法看 然后因为到潜水艇这个地方 直接就可以进去 可以直接给大家看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个能力 我这个地方能力全是自己去打出来的 一个一个凭自己本事去打出来 实际上就是一些成就 而且它翻译上是有的时候是有一些问题的 我是全部是专门花了一点时间 就这些东西呢 通用 就是说我在简单模式里面打出来的 去刷就可以了 就是说简单模式去把这些东西给刷出来 然后在困难模式里面去用 就是比较高难度的模式里面去用就可以了 我个人感觉没什么太大的 区别比如说枪支弹架上升 就是多能挤发子弹根本就没什么了用的 大多数我个人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这些技能 我就是完全不用的情况下 这些东西一样可以 我一样可以通关 所以说 网上面具体每一个怎么弄 你要不知道网上查一下 就是比如查一下新秩序 然后空格 然后技能 这般都会有这些技能的详解 因为它的翻译是有问题的 它的翻译是有问题的 包括它这些给的一些图片 你看这些图片它都是一样 并不是说你要用相应的武器 我觉得也都供减量 就这么说 比如相应的武器或者是图片 那个动画来显示 我们应该怎么样完成这些击杀的这样的一个技能 我就两个没解 一个是敌人掉落手雷 就是他往手雷扔到我们这边来 然后把它扔回去 或者扔在正好他扔的时候 我把它打死 再到他脚下他才会死 这是不是比较弹腾的一个成就 还有一个降低哨兵 把这个解锁以后才能解锁这个 就是所以说在解锁到后面 我也不大想去解锁了 战斗 整个战斗 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最后一关印象比较深刻 我可打 我可跑 我可跑图 然后有捷径可走 我觉得是比较 比较好的 其他大多数关卡的话 就是如果打高难度 你无外回应 就是你强行的要去潜入 或者强行的要去战斗 游戏给他分售的话 打个7.1 7.2吧 这样的一个分售 游戏做到后面的话 我并不是每天都有冲动 想去把它做完 如果一款游戏 我又很冲动 想尽快使用第一时间 把它全部给做完的情况下 这款游戏还是比较 比较不错的 这款游戏的话 一般 比较一般 所以我00330033 以那最高难度 以第二高难度的形式打过去了 但是打法上面跟最高难度 我去打了 最高难度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来说你伤血会更厉害 敌人的血会更厚 主要就是两个区别 在布怪上面没有什么区别的 就是实际上也就是说 我们作为录像来说的话 我可以提高我的录像成功率 其他没什么 战术基本上都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的 就按照我这个阶线战术 打全圈可以是用在最高难度上面去打的 就是看你怎么操作的时候 怎么操作了 行了 最后对这个游戏进行了一些评价 游戏荒 六月份的话 如果说还有值得做的游戏的话 应该就是狙击精英三了 狙击精英二的话 我最高难度通关了 到时候如果我出击狙击精英三的话 应该是做最高难度的 然后 其他就没什么了 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看射击类游戏 不管什么类游戏吧 喜欢看新游戏的 关注我一下 如果是大作的情况下 我基本上 不一定是全网做的最好的 但是理论上可以做到全网最快 就是我如果我想做的话 全网最快把它以最系统的形式进行完成的 好感谢大家收看 大家拜拜 这款游戏 还有之前吐槽一下 之前说难 实际上并不是很难 我基本上打一遍流程 打第二遍琢磨一下 除了最后一关 我琢磨的时间比较长以外 前面的基本上最多最多录四次 基本上全部能过 最后一关就比较难录了 难度一般 并不是阶段难度很大 可能我没有选择最高难度 最高难度我也去打了 容易死一些 其他也没什么 战术上面都是一样的 好 大家拜拜 拜拜